如果有一個corridor可以從捷運站接過去 那我現在是反向思考 其實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三下站 比如說就在居民啊等等 那如果說這個站 假設說這個纜車要坐的話 當然也許我們現在為神了 可是有沒有可能 不只是說銜接 我的三下站能不能跟 斐頭捷運站共構嗎 我只是這樣請教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看這個圖上 因為那邊有道路 那其實有點複雜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造成捷運站的另外的施工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我也知道 北投捷運站這條線是虧本的 因為它是一個bypass過來的 那如果我可以跟他共 我根本就不要再有 就是鼓勵大家做捷運 但是我的站不是在 我現在公園裡面 我加到的是反而推到這個 北投捷運站這個 那我不知道這個在技術面可不可行 那交通捷運的工程 不可行 我覺得如果是可行的話 我可以解決 解決部分 這個現在三下 有些對北投捷運的問題 那這個是剛剛陳委員提出來 我想到說有沒有這種機會 其實我也知道 甚至我在想 如果真的是評估不可行的話 財務不可行的話 那根本就不要BOT了 那如果這個問題是我覺得要務實的效果 那我們也知道說如果不可行的話 市政府就要賠償 就是第一個不做的 那不然就是說我做 我只是根本就不做BOT 我只做那個簡單的暫停 那這就是選項 可是這些選項 我覺得大家要用客觀的角度去想 不要因為說我已經簽約了 所以呢 我就 我只好往前走 那這次應該是對 永遠來得起 我覺得這次要很 很客觀的去想這件事情 那是我的 謝謝 謝謝各位再次的指導 那其他位有沒有 我想